大家好,我是AT 上一集说到KOOS的品牌历史 还有麦发现了累球手套的特性 我们这一集来说一下KOOS如何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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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0年代初期 当时KOOS集团、LV及Plata等新品品牌在革新后蓬勃发展 富兰克福特意识到危机 它必须快速反映市场的改变 KOOS的品牌形象此时也渐入瓶颈 一个市场品牌一旦被贴上过时的标签 就会被市场所淘汰 在1996年时 他聘请了当时美国休先领导品牌之一的 他米希尔费格旗下工作的设计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